因为自己私底下也会喜欢模仿身边的声音 我喜欢模仿一般都是什么老巫婆 就有点想就是勾着一个背 然后拿着一个毒苹果 只要你吃了这个苹果 就类似这样的声音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把你吓到了吗 然后就会觉得 每个声音会换一个声音 换一个发声方式也会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后面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 反而后面越来越敢去挑战其他风格 也要感谢我特别爱玩嗓子这件事情 因为我之前是学牙科 对然后我是在乌克兰学的 每天都考试 每天我都挂科 开始对自己 就觉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彻底的不太对 所以后面想是那我就咬牙 就一跺脚就去考了一下音乐学院 然后就考上了 其实我们老师也很奇怪 他说你一个学牙医的 为什么我要来考音乐学院 然后我一看说因为我学不下去了 然后他就开始凶我 你觉得音乐是那么好学的吗 我唱完之后可以你来读吧 我觉得嗓子可能会 相对来说大家比一般男生来说要稍微细一点点 然后就可能吸引了一下老师的耳朵吧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包括每次就是在电影里面 或者在电影院听到电影里面音乐或人生出来的时候 自己都会 哇好幸福啊 然后之前第一反应就是 啊要是我唱就好了 就会经常其实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很幸运有这样的机会去唱 可也很幸运能够被别人听到 因为我觉得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世界 那一回的沉绵 世界是缘 都留恋